就是说他的一些基本要素在洪高粱里都有了非常强劲的集中的展现 当时张艺茂之所以看到洪高粱 他就 有冲动 就决定要拍 是因为他知道他给了我们一个全新的眼睛 给了我们一个全新的感官世界 张老师怎么解读洪高粱 我觉得洪高粱给我们当代文学找到了一种色彩 色彩 这种色彩它有红色 红色它还原到民间世界 用庄稼的这种颜色 让红色还原到民间世界 这我就明白了 就是把红色更多被附加的意义 可能剔除掉了 让红色回到了自己更乡村的原色 更本土的原色 更自然的原色 这种程度上讲就是说我们谈民间 民间大地在审美上的能力 潜能 很大程度上是通过类似于像洪高粱这样的作品被打开的 以前要在洪高粱之前要说 按阶级分析的方法 像什么我也有奶这些都是不靠谱的 相当不靠谱 不靠谱 您说的都轻 我是什么时候 我是91年看的《洪高粱》这小说 就这本 当时给我特别大震撼 因为我之前看的电影 当时给我特别大震撼的地方 您知道是什么 就是看到余战敖我爷爷这个土匪的时候 是啊 内心着实不平静了一下 这对于 说这怎么土匪是 我爷这个土匪呢 关键是他还是个抗日的英雄式的人物 就他还有顶天立地的事情 在以往说土匪和抗日英雄是完全不可以是一个人的吗 这就叫从政治还原到民间 从观念还原到生命 一个活生生的生命 他在中国的乡村社会 他拉起了一杆武装 那你也可以把它叫做土匪 那他有可能明天就去抗日 这是中国的原始的民间的真实状况 所以我觉得莫言首先是还原了真实 其次是解放了文学的语言和感官能力 由此才能够推动当代文学的一个深层的变化 这个还原到真实还不仅仅是说一定要还原 具体说要还原到这个乡村社会什么的 其实它是一个根本的文学眼光 就是说我们首先要看到文学首先要看到人 他是一个人 他是一个活生生的有魅力的人 他是一个生命 那么这个人也许有各种各样的身份 他也许是个共产党员 他也许是个农民 也许是个地主 也许是个知识分子 也许是个土匪 那么但是所有这些身份都不能代替 他是一个人 那么我想从莫言的作品来讲 还是80年代中期这批作品来讲 他给我们的一个眼光上的变革 就是说在这一个身份之内和之外 都另外有这样一个丰满的复杂的这么一个人 在这本书里面是从这本宫高粱开始 他反复在谈高蜜香 应该算高蜜东北香 高蜜东北香就是从这来的 就是从这来的 就是从这来的高蜜东北香 后来在他的小说里面提及的频率 就有点那种联系 就像鲁迅和鲁振贾平丸和商周 包括苏同经常提的那叫 奉阳树故乡 对 就好像有这种联系 这种联系是不是也是 包括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奖理由里面 所谓的民间故事 其实也就是民间故事的起源 这个应该说和八十年代文学的整体的探索方向是一致的 就像你说的了 还不仅是莫言 当时的苏同 什么贾平娃 包括韩绍工 这个说来就话长了 还涉及到文化雄根等等 当然也包括对莫言影响最大的马尔克斯和福克纳的影响 福克纳他什么约克纳帕塔法 他也是几乎在所有的小说里 都在出现 是的 都在出现 但是我想高密东北江在莫言的后来的写作中 我觉得是确实有着越来越重要的意义 某种程度上讲 它是越来越大了 对于莫言来说 这就是中国大地 或者这就是民间的大地 而且在他的小说里面 他从来都舍得用大量的篇幅来描述他的家乡的四处风景 那其实都是童年的一种印象 然后发酵以后 弥漫开来 成为一种想象 我曾经跟莫言交流过 我说我特别想去你的高密东北江看看 他说你可别去 你去了以后你就失望 现在已经完全不是那么回事 你去了就失望 但是我想 你听他的描述 我随便举例 就是这红高粱里 这里面他先是 就又说到刚才说透明的红萝卜里面那个视角 而且又是男孩视角 上来之后又是一个男孩视角 紧接着就这么一段说 有人说这个放羊的男孩就是我 我不知道是不是我 紧接着下面的描述 我听生存在这块土地上的我的父老乡亲们 喜事高粱 每年都大量动人 八月深秋 无边无际的高粱 红成血海 高粱高密辉煌 高粱七晚可人 高粱爱情激荡 关键下面一句 秋风苍凉 阳光很旺 瓦蓝的天上 飘荡着一朵朵丰满的白云 高粱着滑动着一朵朵丰满白云的紫红色 如果要是照着这描述去今天的高密东北乡 我估计您真得失望 这是农业社会 农业自然状态下的一种最美的呈现性 是 包括它对颜色的夸张的描述方法 所以前两天有记者问我说 莫言的作品 你现在进了中学的课本 叫选读课 选读课 我觉得如果说很好 即使是不谈别的 仅就语言来讲 让他们见识 在我们的中学生在十几岁的时候就领会中国汉语之美 领受中国汉语的无尽的缤纷的色彩 我觉得这就很好 但是咱们别光 咱们别光往一个方向聊 我清楚地记得 因为我那会儿看了好多他的小说 也关注在上世纪90年代的时候 也关注过好多人对他的评论 有人真的就评论过 针对他的语言 针对莫言小说里的文字 真的就评论过 说他的文字叫肆虐了 也有人用过这样的词 说文字使用的说这个词用的不厚 他有的时候就是试虐 或者是正面的就是这样 汪洋自私泥沙巨像江河横溢 他的粗力风格和他的激情澎湃的这种风格是必须要 必须要肆虐的 对 必须要捏合在一起才能爆发力量 就是在这种语言的思念中 我们经验的复杂性 我们这个世界的复杂性 才能够体现出来的 是在这种泥沙巨下之中 才能够体现出来的 我们今天的讨论 因为时间的原因只能到这儿了 但是大家应该能发现 我们到目前为止还没出80年代的 所以我们今天 大家先记住二位给的这个重要提示 在看莫言的书的时候 别光沉浸在故事里 还要体会到文字 体会到语言 给我们带来的那种爆炸式 多维度的那种描述世界的方法 下次节目 我们将会和大家一起进入90年代 来看看90年代之后 莫言的文字又给我们